荷兰林宝省中部 无论你是喜欢在水上冲浪 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或者是想要去购物雪拼 你会在最具博根地风格的荷兰省中心找到这一切 在林宝中部地区 这里有全荷兰最大的水上运动区 你可以参与游泳、潜水或乘船游览 真正的冒险家可以决定去体验喷水飞行器和滑水 在所有这些美丽的自然环境中 都到处分布有海滩俱乐部和海滩 最好的购物地点均位于舒适的 卢尔蒙德和维尔特市等小城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折扣达人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卢尔蒙德折扣名帖奥特莱斯 距离卢尔蒙德的罗马老城中心 仅有三分钟的步行路程 您顺道还可以参观Kaipas House博物馆 这里是一位著名荷兰建筑师 Pierre Kaipas的故居 他出生成长于卢尔蒙德市 曾建造过多间荷兰知名的教堂、修道院、国家博物馆 甚至还有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 林宝省中部拥有很多座墨房和城堡 聆听着二战中我们的解放者 在解放欧洲的旅程中的艰险 两个国家公园 一个跨境自然保护区 和当地自然风光一道 是林宝省中部成为植物覆盖率极高的区域 您可以享受在平坦的步道上徜徉 及优美骑车线路上骑行 穿行在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环境中 探访全村皆白 宁静而又安详的市外桃源小镇托恩 寻访马斯河畔小村庄 霍颜卢尔河行进游览 真正的药山药水者会感受到兵质如归的感觉 在本地闲适的露台餐桌上 品尝着当地特产 让您充分感受异国情调 如果您想探访另外一个国家 比利时和德国距离这里 尽隔一步之遥 体验清水 体验自然 体验宁静的氛围 体验运动 亦或是只是享受甜蛋 林保省中部地区 可为您提供一切 令人耳目一新 及独特的体验